我站在妇产科的拐角,看着我的老公搂着另一个女孩,眉眼间满是宠溺和温柔。 而我这个正牌妻子却只能一个人默默来检查。 原本我是想拿着检查结果给她个惊喜,告诉她我们可以开始备孕了。 却不想她先给了我一个惊吓。 她曾说过,等到事业稳定后我们就生个孩子。 男孩就取名陆念北,女孩就叫陆月北,因为我叫七北北。 她说希望全世界都知道她对我的心意,知道她有多喜欢我。 我曾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恩爱到老,携手一生。 可是我们甚至连七年之痒都没有撑到,她就已经厌烦了我。 我拿起手机拨出了陆思岩的号码。 陆思岩在看到来电显示的第一眼就皱起了眉头,尽是不耐。 是谁呀? 女孩嘟着嘴巴凑了上来,看到手机的那刻撇了撇嘴。 那个黄脸婆,你等我一下。 喂? 有什么事? 陆思岩的声音清冷疏离,再无当年的半点爱意。 思岩,你在忙什么? 我的手微微颤抖,看着陆思岩烦躁地踢了一脚地上的纸条。 还能忙什么,你要是没事别给我打电话,那你今晚,我刚开口,便被打断。 今晚加班,不回去了。 说完他挂了电话,接过女孩手里的检查单。 好好检查,给我生个儿子。 以后公司的一切都是他的。 女孩娇笑,那你太太呢? 陆思岩嘲讽道,一个黄脸婆,有什么资格给我生孩子。 现在的他,给我提鞋都不配就。 听着我深爱的男人口中说出侮辱我的话,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一颗颗砸向地面。 黄脸婆,我不配。 陆思岩,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你会用这样恶毒的话来形容我。 虽然知道他不会回来,我还是做了一大桌子菜, 取走了蛋糕店提前订好的蛋糕。 我对自己说,如果他今晚肯回来, 那我就当作今天什么都没有看到过。 我将蛋糕上的蜡烛点燃,双手合十许愿。 希望陆思岩能想起我们这些年的感情,浪子回头。 只可惜,直到蜡烛燃尽,天气泛白,我也没有等到他。 我窝在沙发上呆呆地刷着手机, 直到刷到一条满是幸福浪漫的视频时,停了下来。 视频里的女孩捧着一束超大的玫瑰花, 笑得比花还要娇艳几分。 我一眼就认出这是医院里那个女孩子。 年轻,漂亮,有朝气。 她紧紧靠在一个男人的怀里, 配闻终于要跟她有个家了。 积极备孕,迎接我们的小baby吧。 男人没有露脸, 可是我只一眼就认出了陆思岩。 结婚五年,哪怕只看熟我也能认出她。 我自虐般地点进女孩的主页, 一条一条地翻看。 哥哥带我去看极光漏, 十八岁的生日愿望实现。 发高烧了, 哥哥一夜没睡地通宵照顾我, 好幸福。 哥哥说, 像我这样的小迷糊, 一定要牵紧一点点哦。 两人恩爱地互动向一根根钢针 扎进我的心脏, 直到将我的心扎成一只刺猬。 他们去看极光的那几天, 我因为急性蓝尾炎发作进了医院。 我给陆思岩打了无数个电话, 最后接通时, 他只撂下一句, 在出差回不去, 你请护工吧, 费用我给。 直到我出院, 他也没有再打过一个电话。 而那个小姑娘不过是发烧, 他就可以彻夜不眠地守着她。 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吧。 可是曾经, 你也是那么爱我的呀。 上午八点多, 陆思岩终于回来了。 听到开门的声音, 我站起身迎上去, 鼻尖传来一阵淡淡的香水味。 而我因为过敏性鼻炎, 从不用香水。 陆思岩静止从我身边走过, 看到桌上写着五周年快乐的蛋糕, 才停了下来。 我忙忘了, 最近公司事情实在太多, 等忙完这阵, 我们不过。 嗯, 我轻轻点头。 我看着墙上的婚纱照, 很想问问她, 我们之间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份感情到底是什么时候 开始变成了一地狼藉? 可是我不敢。 我怕问出口, 我们就再也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相爱两年, 结婚五年, 她已经变成了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 甚至可以说是我的世界中心。 我的所有时间都是围着她打转。 我和陆思岩相识于一场车祸, 我骑着电动车 不小心将她撞倒在地, 导致她小腿轻微骨折。 为了表示歉意, 我天天跑去照顾她, 风雨无阻。 她从一开始地抗拒, 到后来会跟我随意地聊聊天。 渐渐地, 我喜欢上了这个清秀温柔的男生。 我追了她整整三年, 可是都没能换来她的青睐。 直到大学毕业前夕, 她突然接受了我的告白。 我开心地像个傻子一般, 咧着嘴笑了一整天。 我问她, 为什么答应我? 她说, 没见过我这样又傻又执着的女孩子, 单纯到想让她护在怀里。 两年后, 我们结婚了。 陆思颜父母离异, 跟双方的关系都不太好。 而我也只是个小镇出来的姑娘, 两个人在这个偌大的城市, 毫无根基。 我们像两个孤独的小猫, 靠在一起取暖。 我一毕业, 就进了一家外贸公司, 每天不停地加班三天两头地出差, 虽然很累, 但是赚得多。 我想多赚一点, 多分担一点, 这样陆思颜也就不用那么累了。 创业初期的陆思颜, 常常为了签下一个单子, 陪客户喝酒喝倒吐, 半夜一身狼狈地回家。 时间久了, 他种下了胃病。 他说, 北北, 我好喜欢吃你做的饭, 好想每天一回到家就见到你。 终于, 在他喝到胃出血住院后, 我答应他辞职回家照顾他。 我去学了厨师, 红暗白暗首到勤来。 我考了营养师, 只为了让他吃得更加科学健康。 甚至还自学甜点, 按照他的口味做各种小点心, 装在盒子里让他带着, 饿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垫两口。 他的很多衣服都要手洗, 熨烫, 我却甘之如頤。 那时候的我觉得, 可以为心爱的人洗手做羹汤, 也是一种幸福。 他从最开始的夸赞感激, 到后来的习以为常, 再到现在的理所应当。 我成功将自己从贤妻变成了黄脸婆。 我看着镜子里自己眼角淡淡的鱼尾纹, 才发现我已经忽略自己好久了。 普通的衣着, 素颜的面容, 不在年轻的脸旁, 在露丝颜眼中我早已配不上他了。 可是他忘了, 我也曾年轻漂亮过。 只是我的年轻漂亮在陪着他熬过那些个艰难岁月时, 逐渐流逝了。 看到换好衣服要再次出门的露丝颜, 我忍不住开口。 丝颜, 你还记得曾经的承诺吗? 露丝颜头也没抬, 什么承诺? 你曾说过, 等到事业稳定了, 我们就要个孩子。 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五年了。 许师没想到我会提这个, 他愣了几秒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 生孩子那么痛, 我哪里舍得你受那份罪? 我们两个人这样过不也挺好的吗? 说完, 他接了个电话急匆匆地走了, 留我一个人在原地苦笑。 叮, 我给那个女孩设置了特别关注。 看到他新拍的视频, 他头戴王冠, 穿着漂亮的公主裙, 站在一片璀璨的灯光下。 而露丝颜单膝跪地, 对着他许下了爱的承诺。 评论下方一片祝福致辞, 还有人称赞他们郎才女貌, 天造地设。 哇, 姐夫终于出镜了呀, 好帅好帅。 上次看你发期待, 小baby就知道好事将近了, 结婚记得通知我。 女孩在下面开心地回到, 一周年纪念日, 终于互定终身。 我的眼睛泛起一片酸涩, 眼前的画面逐渐变得模糊, 我才意识到自己流泪了。 真幸福, 幸福到刺眼。 回想我跟露丝颜这一路, 没有求婚, 没有玫瑰花, 也没有戒指。 我们只是约定好了时间, 去民政局领了个证, 连婚礼都没有办。 露丝颜说, 婚姻是我们俩的事情, 何必像个小丑似的 在台上被人围观? 我曾以为这是爱的水到渠成, 使露丝颜不喜欢哗众渠宠。 看来是我太蠢了。 对于他喜欢的人, 他可以做出任何让步, 只是我不配而已。 真正的心思仿佛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痛哭流涕或者崩溃。 只是默默地在下面评论, 祝两位白头偕老, 早生贵子。 不过方便的话, 麻烦让露丝颜先回来, 跟我离个婚。 平时忙到半夜都不见人影的露丝颜, 竟然早早回来了。 只是他脸色暗沉, 看向我的眼神里也都是厌恶。 七北北, 把那条评论删了。 你发这种东西, 让别人怎么看楠楠? 我自嘲得笑笑, 原来他叫楠楠。 七北北, 楠楠。 单从称呼就能看出亲书远近了。 都有勇气做小三了, 还担心别人异样的眼光吗? 你说谁是小三? 露丝颜声音拔高, 语气很不好。 他不知道我已婚, 也不知道你的存在。 你要怪就怪我, 不关他的事。 呵呵,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知道你已婚。 那他怎么会在医院问出那你太太的这句话? 我直直地盯着露丝颜的眼睛, 他一瞬间的慌乱后恼羞成怒。 你跟踪我? 七北北, 你现在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 一天天正是不做一点, 就知道躲在阴暗的角落偷窥我的一切。 你这个样子, 真是让我恶心。 我抓起桌上的烟灰缸, 用力朝露丝颜砸过去。 直到烟灰缸落在地上四分五裂, 他才从不敢置信中回过神。 你他妈发什么疯? 发疯吗? 明明是你把我逼疯的。 露丝颜, 当年我赚得不比你少。 是你让我辞职照顾你的? 是你说我做的饭好吃? 我为了你去学厨艺, 去考营养师, 为了你放弃一切, 困在这四四方方的天地里, 逐渐失去自我。 你现在说我正是不干, 说我黄脸婆, 你还有没有良心? 内心的委屈和愤怒, 随着心口撕裂的伤口倾斜而出, 我冲着露丝颜, 声嘶力竭地怒喊。 可自始至终, 我没有在他眼睛里看到, 哪怕一丝丝内疚和歉意。 是我让你辞职又怎样? 你一个破二本院校毕业的, 无论是学校还是专业, 都没有任何优势, 我让你辞职在家, 照顾我是给你脸面。 你以为一时靠提成, 拿个几万块薪资就很厉害了? 这些年, 我养着你, 让你在家做个富贵太太,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 你知道我在外面打拼有多辛苦, 压力有多大吗? 破二本, 给我脸面。 原来他是这么看待我的付出的, 原来他从未看得起我, 就因为我本科院校一般, 而他是名校毕业的研究生, 所以就理所当然地高高在上, 就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掉我的事业和一切。 明明让我受了委屈, 却反过头来责备我为什么不够感恩。 多可笑啊! 话已至此, 夫妻脸面已经撕破。 也没有继续的必要了。 陆思颜, 离婚吧! 失望攒够了, 我只想离开。 陆思颜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眼神里满是失望和嘲讽。 房子和存款归你, 公司和车子归我。 明天早上九点, 民政局见。 陆思颜冷冰冰地吐出这几句话, 最后还不忘再补上一句。 七北北, 我对你人质易尽, 巨大的关门声让我的思绪回笼。 好一个人质易尽。 第二天一早, 我换上许久不穿的蕾丝连衣裙, 化了一个淡妆。 离婚对我而言是解脱, 更是喜事。 整个过程意外地顺利, 唯一的坎坷就是离婚冷静期。 我还要再等一个月才能拿到离婚证。 一个月后再见。 说完, 陆思颜却拦住了我。 什么时间有空, 我去把房子过到你名下。 我点点头, 那今天吧。 我没那么矫情, 我也不认为当家庭主妇的我就该净身出户。 一天的时间, 市中心的大平层换成了我的名字, 银行卡里也多了几千万的存款。 男人也许靠不住, 但钱不会。 我这么想, 济南南也这么想。 黄脸婆, 你还要不要脸, 这么多年靠丝颜哥哥养着就算了。 现在还好意思要哥哥的房子和存款。 你赚过一分钱吗? 你知道哥哥在外打拼有多辛苦吗? 你就是个混吃等死的蛀虫。 长得又老又丑, 连孩子都生不出来的废物, 我要是你我早就一头碰死了。 哦, 不对, 我说错了。 你饭做得不错。 这一年, 你做的那些营养餐都进了我的肚子, 因为哥哥说吃你的饭早就吃腻了, 跟你的人一样腻。 识相的话就把房子和存款给我吐出来,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短信铃声接连不断地响起, 我一条一条地点开看, 在看到我费尽心思做的爱心餐被挤南南吃掉了的时候, 突然一阵恶心。 我蹲在垃圾桶前不住地干呕, 随着昨天的隔夜饭一起吐掉的, 是我对露丝颜最后的一点情感。 既然他们这么不遗余力地践踏我, 我也应该回馈些什么吧? 在伍到我面前, 我就撤销离婚申请, 让你一辈子做个阴沟里的小三。 短信发走, 心情却并没有好转。 我在微信里找到了齐经旺的账号。 师兄, 你接离婚官司吗? 他几乎秒回, 接。 齐经旺是我的高中校友, 实打实地学霸, 年纪轻轻就成了大律所的合伙人。 其实发完我就有点后悔了, 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很贵吧。 在律所见到齐经旺的时候, 我说实话有点局促, 上次见面还是高中, 大家都是一切皆有可能的学子。 而现在, 对面的人事业有成, 我却一事无成。 我再次后悔了当初放弃事业的决定。 这种案子我接过很多, 以我看来, 房子和所有存款应该是你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 至于公司, 是你们婚前创立的, 你只能分婚后几年的收益。 我点点头, 这些我清楚。 我想追回这一年来, 露丝岩在济南南身上花的钱。 他想要我吐出房子和钱, 那我就要他吐出露丝岩花在他身上的一切。 习经望意外地挑了挑眉, 我还以为这几年的全职主妇生涯磨平了你的棱角和斗志。 我嘴角泛起苦涩。 本来是磨平了, 但, 你人也有三分气性不是吗? 凡事讲求证据, 我需要拿到露丝岩给济南南的花销记录。 很快, 机会来了。 露丝岩因为应酬喝得烂醉, 他的秘书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去接他。 我接到电话的第一时间就冲出了家门, 生怕去晚了, 露丝岩被人拐走了。 我将露丝岩扶进客房, 打开了他的手机。 密码是一串没有规律的数字, 我曾好奇地问过他有什么特殊意义, 他说随便设置的, 只不过用习惯了。 这个习惯倒是方便了我。 我将他出轨的所有证据一一拍下, 转账记录和昂贵礼物的账单 也都单独拍好。 我还真是要感谢三姐那颗爱炫耀的心, 每次露丝岩送了什么, 她总要在视频账号里炫耀一下, 我正好将视频一起存了。 别的都还好, 唯一让我无法接受的, 是消费记录里, 第二钻戒账单。 第二钻戒是一生只能购买一次, 寓意着一生唯一真爱。 然而这戒指却戴在了小三的手上, 真是有够讽刺的。 我意外在露丝岩的手机里, 发现了一个隐藏相册和备忘录。 相册里只有一张偷拍的照片, 女孩很漂亮, 与己男男有几分相像。 备忘录里, 是露丝岩这么多年, 爱而不得的伤心和绝望。 虽然你从未注意过我, 但你永远是我心里唯一的天使。 林北, 我真的好喜欢你。 为什么你会喜欢上那样一个男人, 我到底哪里不如他? 你要结婚了, 我是不是连偷偷喜欢你的机会也没有了? 我们在一起那天。 他在备忘录里, 对着这个叫林北的女孩道别。 他跟你一样爱吃草莓蛋糕, 跟你一样名字里有个北字, 跟你一样爱笑, 可是他却不是你。 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了屏幕上, 以往不明白的一切都得到了解释。 难怪我追了他三年, 他都不肯答应, 却在毕业前夕突然赚了性, 原来是心上人答应了别人的求婚。 难怪他叫我北北时, 眼神里的爱意浓得似要将我淹没, 原来他只是通过我向林北诉说爱意罢了。 而我却傻傻地以为自己的付出终于有了回应, 就连那一串手机解锁密码, 都是女孩的生日。 这么多年不患不是因为习惯了, 而是他忘不了她。 多蠢啊! 可是凭什么? 凭什么陆思颜将满腔爱意的我当作替身? 就因为爱的不是我, 就能随便践踏我的感情吗? 陆思颜, 你将我当傻子一般耍了七年, 整整七年, 只是因为找到了一个更像林北的女人, 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将我一脚踹开。 既然如此, 我又凭什么和你好去好散? 我将手里所有的证据发给了齐精旺, 拜托他帮我起诉济南南。 我找了个广告策划公司, 让他们帮我做一份视频。 视频的前半段, 是我与陆思颜七年的点点滴滴。 我辞掉高薪为他放弃一切, 我学做各种菜手上不满刀伤烫伤, 我陪着他从穷小子变成人前风光的陆总。 视频的后半段, 是他与小三的济南南的甜蜜瞬间。 我在医院手术, 他们在冰岛看极光。 我结婚纪念日独守空房, 他们开开心心宣布要备孕生娃。 最后, 以小三挑衅的短信结尾。 看完视频我很满意, 不愧是专业的, 无论是视频还是文案都无懈可击。 我痛快地付了钱, 转身找了个宣传公司 帮我把视频推出去。 什么流量包, 热搜, 大V转载统统安排上, 反正杰有钱。 第二天, 陆思颜就红了。 他怒气冲冲地回到家, 将手机砸在我面前质问我, 这是什么? 警号渣男出轨女大学生, 抛弃遭康妻警号。 后面还跟着一个报字, 看来专业的是, 果然还是得找专业的人, 无论是广告公司, 还是宣传公司, 都很给力啊。 这些钱可真是没白杂。 我拿起手机点进去, 翻了翻评论, 竟然还有水军带节奏, 这宣传公司果然狠。 啊, 我忍不住唇角阳起, 心里的玉器消散不少。 你笑什么? 西北北?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不解地看着陆思颜, 伸手掏了掏耳朵。 他竟然问我为什么? 这男人到底是个什么生物啊? 难不成他婚内出轨, 我还得谢谢他? 陆思颜, 你婚内出轨, 浪费了我七年的青春, 我送你点回礼而已, 激动什么? 他不敢置信地望着我, 我对你那么好, 你竟然要毁了我。 我将财产都给了你, 你竟然恩将仇报。 西北北, 你还是不是人。 你明明答应我好聚好散, 背后却又是这种阴招, 真是令人恶心。 我拖着下巴静静地看他发疯, 心里想着我当年掩饰真夏, 怎么看上这么个玩意儿? 第一, 你背叛我们的婚姻, 婚内冷暴力 并纵容小三挑衅我, 这叫对我好。 第二, 财产本就是我们的婚内共同财产, 你作为过错方, 没让你净身出户就不错了, 哪来的脸说我恩将仇报? 第三, 我是答应跟你离婚, 什么时候说要好去好散了? 陆思眼恼怒地一把掐住我的脖梗, 脸上青筋跳起。 呃, 使劲, 掐, 掐死, 我, 你也, 尝命。 脖子上的力道一松, 陆思眼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 最后摔门而出。 据奇经旺说, 陆思眼的公司最近损失颇大, 多亏了宣传公司那句不讲信用的人, 你敢跟他合作吗? 的宣传标语, 陆思眼的不少客户纷纷结束合作。 而济南南也是焦头烂额, 他本来马上就大学毕业了, 偏偏出了这档子事, 名声算是彻底臭了。 但这说到底只是个人作风问题, 不至于受处分。 然而, 侦探查出的东西就颇有意思了。 济南南一心在调大款上, 三天两头旷客, 成绩更是一塌糊涂。 为了顺利毕业, 他不仅花钱找同学帮他作弊, 更是用从陆思炎镇拿的钱买通了辅导员。 就连毕业论文都是网上花钱找人代写的。 这些东西成功将济南南的母校送上了热搜。 不出半天, 她的母校发出声明将济南南开除了。 效率简直高得可怕。 崩溃中的济南南还在哭着寻求陆思炎的安慰, 转头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七北北, 你怎么能这么恶毒? 你都拿走哥哥那么多钱了, 为什么还要起诉我? 嘖嘖嘖, 怪不得跟陆思炎是一对呢? 这三观可真是一致啊。 因为我缺钱啊, 对方愣了, 电话里安静了好半天。 你缺钱? 是啊, 我语调轻快。 缺钱给你俩买目的啊, 本来寻思给你俩鼓辉扬了, 但又担心污染环境, 所以, 我话还没说完, 听筒里传来一阵啊的哭喊声, 随后电话被挂断。 我揉了揉被震到的耳朵, 真没礼貌。 陆思炎毕竟不是济南南这种没经过风浪的小姑娘, 很快她便从打击中回过神来, 准备反击。 但她忘了, 有句话叫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尤其我这个光脚的还跟她拴在一条绳子上, 前脚她亲自走访, 安抚住了几个还未解约的客户, 后脚我便去拜访了这几家公司。 我淡定地告诉他们, 我跟陆思炎还没离婚呢, 谁跟陆思炎合作, 我就上谁家公司闹。 反正我的目的, 又不是让陆思炎浪子回头继续相亲相爱的过日子, 我是要与她鱼死网破, 哪怕自损八百, 也要换她一千。 大不了我们两口子一起破产, 变成穷光蛋。 可能是我兴奋的样子, 看上去有些不正常, 几个老总看我的眼神, 就像是看个疯子。 不过结果是好的, 因为没人愿意被疯子缠上。 于是陆思炎最后的客户也跑了, 公司真的快破产了, 她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到处借钱堵窟窿, 企图挽救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公司。 北北,我错了, 是我鬼迷心窍, 是我贪图一时享乐,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们七年的感情, 一路走来那么多的坎都过了, 这次也一定能过去的。 想不到陆思炎会为了她的事业回来求我, 我还以为她有骨气得很, 宁愿要饭都不低头呢。 行了, 有话直说, 别眼深情恶心我。 陆思炎面上闪过一丝尴尬, 北北, 我转给你的钱, 你能不能先给我应应急? 能不能? 我好不容易花钱花心思, 给你搞成这幅样子。 你竟然问我能不能掏钱救你? 你倒不如问问我能不能掏钱埋了你。 钱没了, 我都花了。 不可能。 那么多钱, 你花哪了? 陆思炎以为我撒谎骗她, 但其实钱我真的花了。 一半花在垂死你和小三姐, 一半花在度假山庄。 这连锁度假山庄是我精挑细选的, 不仅风景优美, 而且各种菜系都做得很地道, 世界各国都有分公司, 于是我大手一挥, 冲了个顶级VIP, 够我离婚后全世界玩个几年了。 最重要的是, 这度假山庄背后老板后台够硬, 想退钱, 没门。 陆思炎此时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 但她仍不死心。 那你从济南南那追回的钱呢? 我笑了笑, 那个钱呢付律师费了, 毕竟其律师很贵的, 这次换成陆思炎发疯了。 公司破产, 小三级南南被学校开除后也跑没影了。 她的身边只剩下我这个糟糠之妻, 我们回到了五年前一无所有的状态。 哦,不对, 还有套房子。 陆思炎原本想卖掉房子套现, 但我拿着菜刀守在门口, 中介来一个, 我骂一个, 很快就再也没人赶上门。 后来担心陆思炎私下卖, 我直接让人在房子里涂满了大份, 而我则搬到了提前订好的度假山庄。 七北北, 我要杀了你。 癫狂的陆思炎在度假山庄的大门口咆哮。 我站在保安身后, 喝了一口手里的冰西瓜汁。 哎哟, 我好怕哦。 陆思炎, 你要是感动我一根头发, 我就把你心底的那点秘密公之于众。 你猜你的天使知道了, 会不会觉得被你这样的人喜欢过特别恶心? 白月光的威力果然很大, 陆思炎不说话了, 眼里泛起复杂的情绪。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也不隐瞒。 你上次喝得烂醉, 我去接你回来后看了你的手机。 你把我当成替身当了七年, 每一次喊我, 北北心里想的都是临北吧。 陆思炎, 你没有追求心中所爱的勇气, 却又伤害其他无辜女生的胆子, 你可真是又废又渣呀。 你对我根本没有任何感情, 不过是因为觉得我对你好, 觉得我有些地方像临北, 所以你才跟我在一起。 只是后来, 你又遇到了更像临北的人, 于是你迫不及待地 想甩开我跟新的替身在一起。 那以后呢? 遇到比己难难更像的人, 你是不是又要再次出轨? 你这根本不是爱, 你这就是变态。 我要是临北, 我得吓得离你远远的。 陆思炎最后的一根弦彻底崩了, 大声地反驳我。 不是, 不是的, 你根本不懂, 不懂我对临北的感情。 我不允许你侮辱我对他的感情。 我跟陆思炎在度假山庄大门口的一幕 被吃瓜群众拍下来发到了网上。 无数好奇的人开始八卦陆思炎的白月光临北到底是谁, 没成想还真的被他们找到了。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临北竟然是某个富豪养在外面的情妇。 本来他安安静静享受着富豪给的金钱和宠爱, 现在被吃瓜群众们挖呀挖, 老底都被挖掉了。 而富豪太太在看到网上的消息后, 直接出手料理了临北。 被富豪扫地出门的临北恨上了陆思炎, 在路上堵住陆思炎狠狠揍了他一顿。 我点开警号白月光暴揍渣男警号的小视频, 看得津津有味。 被临北暴揍的陆思炎不仅不躲, 还一个劲地给临北道歉。 只可惜, 回应他的只有临北的大耳瓜子。 不得不说, 在面对临北的时候, 陆思炎还真的很痴情。 我在度假山庄摆烂了好几个月后, 终于再不受那些伤心的记忆所扰。 七年的过往, 如云烟般消散在了美景与美食间。 于是我转手将VIP卡卖了, 虽然损失了几百万的差价, 但是钱包再次鼓了起来。 我在市区找了个外贸公司上班, 在公司边上租了个小公寓, 日子过得还是挺舒服的。 虽然卡里躺着上千万, 但钱总有花丸的一天, 于是在无牵挂的我, 化身拼命三娘, 开始努力工作。 我离开职场这么多年, 再次工作明显有些手生, 身边的竞争者, 也都是比我年轻的应届生。 不少人嘲笑我, 一把年纪了还出来再次上班。 甚至暗地里几对我人老珠黄能力差, 有能力的人从不将功夫浪费在嘴上, 做销售的, 业绩为王。 半年后, 我成功成为公司的销惯, 也让那些嘲笑我的人彻底闭嘴。 我在他们口中, 从那个三十岁的大妈变成了咱北姐。 而我这个在陆思颜口中的废物, 渐渐从月入几万到年薪几百万。 就在我轰轰烈烈搞事业的时候, 陆思颜找到了我。 她倒是比前段时间的状态好了不少, 看上颇有种荣光焕发的样子。 七北北, 离婚吧。 至于我们名下的那套房子, 卖了之后钱一人一半, 怎么样? 她要是不提这茬, 我都差点忘了离婚证还没领。 当初撕逼撕的上头, 把正事给忘了。 行啊, 那择日不如撞日就接吧。 早离早放心。 我现在再次见到陆思颜才发现, 她已经完全激不起我任何情绪了。 我们之间的仇我已经亲手抱了。 现在的她对我而言就像驼路边的巴巴, 完全不想沾边。 陆思颜好像很着急离婚的样子, 直接从包里掏出证件, 那现在就去吧。 我, 比我还着急, 直到我在民政局门口看到了林北才反应过来。 这是着急跟我离了娶女神啊。 牛啊, 被林北的大耳瓜子删成猪头了, 还能爱得死去活来, 我给你们点赞。 拿到离婚证后, 陆思颜火速跟林北领了结婚证。 分到扬镳之前, 陆思颜扭头对我说, 咱们之间扯平了。 虽然你搅黄了我的公司, 但却让我阴差阳错, 取到了心爱的人, 我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我, 我的母语是无语。 不过管她呢, 一个月后, 我收到了卖房款的一半, 于是我将这笔钱, 连同这段时间的收入一起取出来, 开始创业。 一年后, 我的公司渐入正轨, 公司的收益也越来越好。 而我跟齐精旺聚餐时得知, 陆思颜和林北婚后 并没有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反而经常争吵一地鸡毛。 我的八卦之火熊熊燃烧, 盯着齐精旺继续往下说, 陆思颜虽然扎, 但是能力还是有的。 哪怕公司破产了不如以前有钱, 但养活自己和林北应该没问题。 更何况她还分了一千万的卖房款。 齐精旺贴了我一眼, 你忘了林北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了?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啊? 就陆思颜的能力, 哪里养得起这么费钱的金丝雀儿呢? 我认同地点点头, 这倒是, 不知道现在的她是不是还觉得林北是她的天使, 不过她这也算是求人得人了。 齐精旺伸手在我头上敲了一下, 前夫都在婚了, 你还没有找男朋友的打算, 需不需要我帮你介绍一个优质男? 想想也是, 我现在有钱有房有事业, 就是还缺一个帅哥相伴了。 我, 行啊, 你介绍吧, 抽空喊来我见见, 齐精旺, 你见过了。 我, 嗯, 齐精旺, 我还不够优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